今天一開始就讓你吃個飽 好 所以說我們第一棒就是 包著阿松 我這個朋友他是住台北 但他去年因為工作調職的關係 他被調到桃園 那因為時間很緊迫 他就去到了桃園火車站附近 找了一個有點十來年的大樓 然後有電梯 他是住進去 然後有一天他是比較加班晚回來 他一回來之後就去廚房 倒了一杯水 然後喝了一口之後就擺在桌上 然後就去洗澡 突然聽到廚房傳來的 啪噹 玻璃破掉 他心裡就講什麼東西破了 走到廚房一看 剛剛那杯子掉到了地上碎 沒想到桌上的另外一盒面紙 就彷彿被人用掃的一般 啪 直接掉到地上 該不會他住到兇仔了 馬上查 沒有耶 一連查了幾個網站 都沒有這個地址 所以這個房子是OK的 那他想 不然問一下媽媽好了 是不是有什麼地方要坐的 沒坐到 媽媽就說 不然你就當作地基柱來拜 每個初一 十五 買個雞腿便當 控肉便當 放在廚房拜一下 拜... 拜了快半年 這半年都平安五十 他就很開心 又有一天他拜了之後 晚上去睡覺 他半夜就做夢 夢到一個老人 默默地來到他的床頭 然後跟他說 用很低沉的聲音 很不清楚的聲音說 眼睛人你很有禮貌 你住進來還知道拜拜 我跟你說 你越常拜 我就會越保佑你 你越常拜 我就會更保佑你 即使白天沒有時間拜 晚上拜 我也是可以的 然後他本來就像我一樣 這個年紀的男生 就有一點懶惰 然後一聽到說晚上也可以拜 那何樂而不為 所以從那天開始 他就每隔兩三天 他晚上回來的時候 就多帶一份煮菜 或者是譬如說我買東西 就多帶一份東西 然後他就繼續這樣拜 有一天晚上 他睡到半夜 他想要起來喝水 然後打開了房門走出來 就順勢往廚房一看 要去喝水 就一轉頭 他傻了 他看到他拜拜的貢品上面 有一坨黑黑的東西 在那當下 我這個朋友就 不小心啊了一聲 就在啊了之後 他發現那個東西 慢慢轉過來看他 那朋友馬上把門拉出來 然後從縫去看 他發現那個東西轉過來 身體一樣看不清楚 但那個臉 在眼睛的部分 右眼是空的 然後有垂著一顆 類似眼珠的東西 在臉上 發出了一個綠綠的光這樣 我朋友快嚇死 他就默默地把門關起來 又回到了房間 然後開始念那個佛號 念到天亮 他就想到說 該不會是有東西 在告訴他 在這個家裡面 他就開始去找 結果他在後陽台的角落 竟然讓他找到了一包東西 他打開一看 裡面是一個神主牌 他傻了 那怎麼辦呢 又想到了媽媽比較懂 就打電話去過媽媽 媽媽又說 這神主牌 應該是要去牆廟的 但是你又說 有個老人來託夢 那會不會這個 他來託夢又請你拜拜 中間又都沒有事情 會不會這個地基組 他其實是個好人 那你如果要省麻煩 因為懶 那你只要把他供起來 有事就 沒事就拜拜他這樣 他就在後陽台 弄了一個簡單的桌子 有一天 他晚上下班回來很晚 他把他的那個小菜拿起來 放到那個後陽台的桌子上的時候 他才一轉身 就聽到啪嗒一聲 我那個朋友阿雅 他一轉頭 就發現那個小菜 已經掉到桌子下面 都已經遵照地基組的意思 拜拜 對啦 怎麼還是狀況連連呢 他才一轉身 就聽到啪嗒一聲 阿雅 我那個朋友阿雅 他一轉頭就發現那個小菜 他已經掉到桌子下面 怎麼會在桌子下面 他就一邊撿起來 然後一邊放到桌子上 心裡就想 我已經天天拜了 不然你還要怎麼樣 算了 不管你 就擺著 很皮 結果當天晚上他做夢 又夢到那個老人來到床頭 但這一次的老人 他不是善意的 他來到床頭之後 他對著他 噼哩啪啦一直罵 你怎麼這麼沒有禮貌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亂拜 你會勒索去哪裡 你對我們拜拜 就是要叫啪嗨 一直唸 一直唸 我那個朋友呢 他就在夢裡 想要跟這個老人回嘴的時候 啪 他就醒了 阿雅整個大抓狂 他就想說好 那我就要看看 你到底能對我怎麼樣 我就不拜 就當他想好那一天 他就再不拜之後呢 他隔天啊 下了班回到家 一門打開 就看到廚房 所有的碗盤 噼噼噼噼 都已經在地上 看到之後就想說完了 這個這麼兇啊 我真的是惹錯人了 那怎麼辦 他一看 凌晨兩點半 好 我再忍四五個小時 天就亮 他就硬著頭皮去洗澡 洗完澡之後呢 進去房間門 然後門鎖著 佛珠帶著他就睡覺 沒想到才睡著啊 事情就發生了 他睡著睡著 一直覺得有東西 在拉扯他的腳 然後沒多久 他開始覺得呼吸很不順 覺得胸口很重 他很努力... 張開眼睛 發現有一個東西 坐在他的胸口 那個胸口的東西 就是他之前在廚房看到 黑黑暗暗的東西 然後他再仔細看呢 那個東西身體 像貓又像狗 因為他是眼睛慢慢張開 所以他會先從下面往上看 等他再往上看 就看到那個臉 就是之前他在廚房 看到那個眼球都掉下來 垂在臉上的那一張臉 然後那個東西 似乎發現了他在看它 結果他看著看著 那個臉好像變成那個老人 然後接下來開始 一直不斷地對他發出 低吼的叫聲 而且露出了牙齒這樣 一直不斷地想要來咬他 我那個朋友非常的害怕 接下來他都不能有辦法動 但是他是心裡 就一直不斷地求饒 他說拜託... 那個我太沒有禮貌 我接下來會天天拜 那我會拜那個大魚大肉 我會準備澎湃的東西 我會準備好好的 來拜這個地基祖 希望你不要這樣生氣 你可以勞過我嗎 就這樣子不斷地 在這個過程當中求饒 我那個朋友就這樣跟他 好好的兩三個小時 終於他醒過來了 他一醒過來之後 他當下東西收一收 打電話請了假之後 馬上殺回台北 他媽媽就跟他說 我帶你去公廟找師父 去了公廟裡面 師父問了這個情況之後 那個師父的神通就是 出去幫他處理完 然後瞭解狀況之後 才回來告訴他 然後原來阿雅 他在拜的這個地基祖 其實裡面早就沒有靈了 他看到的那個靈 其實是一隻 被火車撞死的流浪狗的靈 那因為這個狗 當初經過了這個神祖牌 發現裡面沒有靈 他就記在裡面 我朋友傻傻地 不斷去拜祂 而且拜了大半年 祂就慢慢... 變成了像 可能有法力 或是有什麼樣的東西 讓祂可以像一個人形一樣 神經了 因為祂喜歡的是肉 喜歡的是魚 所以我朋友沒有繼續拜的時候 或是隨便亂拜的時候 祂就發那個... 發瘋 生氣了 祂的氣就壓起來 所以我朋友就被祂這樣子 整個壓住 那後來我朋友就帶著那個師父 回去那邊 然後把那個東西處理掉 我朋友就馬上搬走 連押金也不要了 然後這個就是 真的有時候看到神祖牌 不要亂拜 拜狗怎麼會吃滷味 對耶 來 謝謝 請坐 謝謝 媽姐 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這是一個A小姐的故事 A小姐她是一個房屋仲介 那有一次她就接到 一個別墅的房子 她也把這房子打扮很漂亮 弄得很整齊很乾淨 因為這個屋主他們出國 整個去移民 所以家裡的家具 都沒有要帶走 有一天她就回到 因為沒有人看房子的時候 她就還是要回到 他們這個門市的 房仲的門市裡面 來處理一些文件的工作 那天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門其實平常是關的 但那天就不知道為什麼 門就開了 就一隻狗跑進來 這狗跑進來就非常的凶惡 A小姐就這樣 就這樣撲上去了 然後就咬了她一口 那男生就幫忙把狗趕出去 女生就幫忙把這個A小姐扶起來 說怎麼會這樣 誰看門 為什麼讓狗進來 就醫院包紮 包紮從那天開始 她回家以後 她就每天都做惡夢 她每天都做惡夢 夢到什麼呢 她夢到說在... 有人在追她 她就一直跑在那個黑黑的 不管是樹林裡面 在沒有人的街道上 在這個巷子裡面 人家一直追她 她就拼命跑... 在人家追她 在趕她的當中 她就會覺得有一個像... 像狼 像狗 那種像魔那種這樣 撲到她的身上 她就... 然後又嚇醒這樣 我演得好像 然後晚上都做惡夢 然後白天開始 每天都一直聽到狗叫聲 因為她的沒有睡好 加上注意力沒有辦法集中 所以她的很多的個案 就常常出錯 完了 然後她的業績就越來越差 那她的佣金收入就越來越少 那她也很著急 可是越著急 這狀況好像就發生得越厲害 有一天她要走在路上 不知道為什麼是 忽然間失神 就是失神了還是怎樣 對 又碰到一隻很兇的狗 這隻狗明明是主人 已經用那個繩子 而且是綁在胸前的那種 那代表那狗是非常大力的 人家才會用這隻 這樣牽著它 可是那隻狗突然這樣 衝上它的時候 這主人都拉不住這繩子 就放手了 這狗就撲到它上 就把這個A小姐撲倒了 撲倒了以後 A小姐就昏倒了 那想她太緊張了 好 那就趕快送到醫院 就把她檢查發現 醫生說沒有什麼問題 她都正常的 她就嚇到了 就睡一下 可是她在醫院睡了 一天兩天都沒有起來 那她的男朋友也趕來 想說怎麼會這樣子情形 媽媽也趕來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她又醒來 醒來以後就想說 醫生說真的找不到什麼原因 那這樣可能就是 真的是一次兩次的受驚嚇 然後加上工作 太怕狗 對 還有工作不如意最近 好 就說那就要回家休息 可是她回家以後 就開始昏昏沉沉 有時候就一直睡 就睡很長很長的時間 有時候就醒來一下下這樣 然後有一天她就 已經睡到半夜了 她突然就醒來 醒來以後她就走到 這個窗口 想要找到廚房 要去喝一杯水 廚房旁邊一定有窗戶 她聽到外面好熱鬧的聲音 好像人家在結婚迎娶的那個 古時候吹那個 索娜 那個 對 那個很... 她想怎麼半夜 有這種迎親的聲音 這麼吵 怎麼半夜還會有這個聲音 她就把頭這樣伸出去 看一下 真的樓下有個隊伍 這樣好長喔 好像要在迎親的隊伍 還有這個扛轎子的教夫 像古時候的迎親隊伍 她覺得怎麼這麼奇怪 中回嫁妹一樣 對 半夜怎麼這麼奇怪 她想要看一看 她想要真的很奇怪 然後她媽媽剛好從房間走 她就說媽 妳快來看... 這個外面怎麼半夜 有誰家在迎親 最近這附近有誰家要結婚嗎 要怎麼有半夜 是看時辰的嗎 她媽媽就說哪有 她說來看... 她媽媽就把頭伸出去看 沒有啊 沒有半一個人 也沒有任何的聲音 她媽媽就是沒有聽到 這個聲音 然後她在身頭出去看 真的沒有 可是剛剛明明看到一個 很長的隊伍在迎親的 就沒有在多想 只是覺得說可能是哪一家 已經走進大樓了這樣 她就沒有就想就去睡覺 睡覺以後她又開始 又昏睡兩三天都沒起來 那就想說那怎麼辦 就趕快去找媽祖娘娘的問一下 就只好去問神了 就問一下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媽祖娘娘看了就說 祂最近是不是很怕狗 他們說對... 從上次被狗咬過以後 就很怕狗這樣子 那這樣跟那個狗有什麼關係 他跟狗說有關係也有關係 說沒關係也沒關係 其實祂身上 背了一個惡靈附身 這個惡靈在死掉之前 殺了很多隻狗 所以狗很討厭這個惡靈 看到祂就會去撲祂 可是這個惡靈跟在A小姐身上 所以所有附近看到 這個惡靈的狗 都會有反應 所以這個A小姐 會一直聽到這個狗叫聲 不管是遠的 是近的 兇一點的就來撲祂 不夠兇的就只能 祂就會聽到這個聲音 那大家也很好奇 那為什麼這個惡靈 會跟著A小姐呢 上次說那A小姐 是不是有去過某... 一個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的地方 她男朋友說 這個樣子好像是祂現在 前一陣子在處理的 在推的案子 在推的那些案子 祂有沒有在那裡 做了什麼事 她男朋友才 非常不好意思地說 因為那個房子 很豪華 很漂亮 有一天他們兩個 想說屋主也不在 在那邊住了一夜這樣子 他說對 對 他說就你們在那邊 他說你們最好去問清楚 這屋主為什麼要賣房子 其實屋主已經知道 這個房子裡面有一個惡靈 所以他們才全家出國 不敢再住在這裡 可是你們兩個進去住了 變成這個惡靈 剛好就可以 找你們兩個 有機會 對 有機會 那這個惡靈 現在看上了這個A小姐 她要娶她 她媽媽才想起來說 在她第二次昏倒之前 那天晚上 她女兒看到有人 來迎親的隊伍 媽祖女兒就說對 那這樣她可能已經被引走了 那要趕快救她 要趕快救她 就趕快就教了她媽媽 要該做什麼... 第一個要... 就是要用替身 把她換回來就對了 就一步一步這樣做這個儀式 做完了以後 過了兩三天 A小姐醒來以後 再來答謝媽祖女兒的時候 她才說 其實她剛開始有覺得 這個房子有一點怪怪的 所以那天晚上 她要去那裡 這個要去整理的時候 她才會叫男朋友陪她去 所以那天晚上 他們兩個也提議說 住這邊這個房子真漂亮 就在那邊過了一夜 就只有這樣而已 但是從那天 第二天回去之後 在公司就碰到那隻狗 衝進來咬她 好 一切事情就是這樣 一步一步開始發生的 那這個惡靈 媽祖娘說這個惡靈 因為它以前是一個黑島 然後跟黑島這個 被追殺 所以它一直跑 跑到了那個別墅區 那個時候還沒有開始 還沒有人住進去 等於說快要蓋好 還沒澆屋的那個狀態 它就躲到那個空屋裡面 那因為那個工地 有很多的野狗會看工地的 那它躲在那裡 那個野狗就一直叫... 或者會跑到它旁邊去 它就一直殺 它就把... 它為了它自己不要被發現 所以它就把野狗都殺掉 所以那狗很恨這個 但是這個後來在工地 又被其他的黑島找到 抓到 所以它在那裡被殺掉 殺掉之後 那這個命案發生以後 警察們這個業主 這個要賣房子的建商 當然不敢讓這個事情曝光 所以就跟警察默默的 把這件事情處理掉了 那這個工地也就 還是把它裝潢好 然後弄得像全新的屋子一樣 整批在一起銷售 應該中南部吧 所以就... 這個就沒有人知道說 這個別墅裡面 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來 歡迎宇安 好 打開門的瞬間 她就進來了 我大學同學叫小文 是個男的 然後因為她從大學的時候 就喜歡當背包客 所以走的都是那個五星級 就是五星級的旅遊玩法 就是她都是到當地 然後去找那些民宿 那她這一次是 她跟另外一個朋友 兩個到內地的一個三線城市 他們就去找那個地方的旅社 因為旅社是 感覺是乾淨又比較便宜的地方 所以他們就找到 那個景區旁邊一個 算是當地人在住的社區 然後他們那個旅社 是五層樓的一個老式建築 然後是沒有電梯 他們那個時候去的 住的地方就是在 第五層樓最邊間 就是離樓梯最遠的地方 第一天晚上 因為他們白天就去了很多景區 所以也很累 所以第一天 他們就買了宵夜回來 就到他們的房間吃 然後吃一吃 就突然聽到隔壁鄰居 那個電視開很大聲 然後好像還有人 在講話的聲音 然後朋友說 要不要去跟他們講 叫他們小聲一點 我想說算了 這個 這是人家的地方 我們還是客氣一點 就那個聲音 不要干擾到晚上 我們睡覺就算了 到了第二天一樣 就把旁邊幾個景點 再跑一跑 看一看 然後在晚餐的時候 他們就喝了當地的一點小酒 小聞的酒量不是太好 所以他就覺得 身體很不舒服 朋友說好 那不吃了 不喝了 我們就先回房間休息這樣 他朋友說那不然 你先休息一下 我先去旁邊問問看 有沒有什麼藥局 或者就是買一點什麼蜂蜜 回來弄個蜂蜜水 可以解酒 然後朋友就出去了 然後他就稍微瞇了一下 然後就突然聽到 叩... 小聞 我忘了帶鑰匙 我就想說 好...等一下 然後他就迷迷糊的 從床上這樣爬起來 然後就把那個喇叭鎖一轉開 他也沒有回頭看 他就想說一轉開 然後就又... 他重點是想趕快趴回床上去 一轉開 然後嘴巴講說 謝謝 還幫我去找很久吧 他就這樣講 然後他就躺在床上 怎麼沒有腳步聲 然後余公開看 朋友 門也沒有人 他說是喝醉到有 換聽了嗎 然後整個人酒就已經有點醒了 然後這個時候 隔壁的電視聲音 一樣很大聲 每天晚上都很大聲 他就聽到那個電視聲音 突然那個電視 他知道是電視裡面 在講話的聲音 他就聽到那個電視 發出來那個聲音就講說 進來是誰都不知道 還敢躺著 電視的另外一個 就是感覺好像是 裡面的劇情的對話 另外一個人就講說 怎麼那麼笨 呵呵呵 就是聽到那個電視裡面 還有人在這樣講 他就坐起來 因為酒也半醒了 這樣他就坐起來 他就趕快去把喇叭鎖上 然後那個門栓栓上 他就坐在床上 就在那邊 想不清楚是怎麼事 然後後來呢 叩... 曉雯 你怎麼把門栓栓上了 我打不開 他坐在裡面 想說真的是他朋友嗎 他就把手機拿起來 撥電話 撥他朋友手機 門外面手機響 他就覺得應該是沒事 應該是他朋友 好 他就 他就去打栓子打開 喇叭栓打開 他朋友就拿著藥 跟提著一罐蜂蜜 就站在門口說 你幹嘛把門栓栓栓著 你不在床上好好躺著 幹嘛起來栓門 還打我手機 他說沒有... 我一個人在房間 我想說這樣比較安全這樣 他朋友說好... 然後就趕快拿東西 給他吃什麼... 趕快讓他舒服一點這樣 後來朋友就先睡著了 然後突然就聽到 砰 醫生 門被踢開了 門從外面被踢開了 他們兩個同時就這樣 都行過來嘛 都行過來 然後轉頭都看 當然門一定外面沒有人 那誰踢的 然後他那個朋友就膽子比較大 他就床邊就有一個玻璃瓶 他就拿那個玻璃瓶 想說如果是壞人的就打了嘛 他就拿玻璃瓶走到門口 我們外面看 也沒人 而且我剛開始講 他們的房間是離樓梯最遠的邊間 他說如果有人要惡作劇的話 跑也沒那麼快 那跑應該要腳步伸 都沒有 然後他們兩個就 互相看了一眼 就覺得應該是遇到了這樣 趕快門就關了嘛 那酸子已經被踢壞 是確定被踢開 酸子已經被踢壞 那就鎖個喇叭鎖吧 不然也沒辦法 鎖著 然後兩個就坐在床上 兩個人也都不敢睡 然後就聊天 彼此互相壯膽這樣 後來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了 他們就跟房東約 早上九點要退房 就要把鑰匙給房東 然後後來房東一來 他鑰匙給房東 就跟房東講 他也不知道怎麼問房東 他只跟房東講 房東那個酸子 不是我們弄壞的 他只講到這裡 不是我們弄壞的 然後照理來講 房東應該都會問 那怎麼會這樣 交給你們是好的 應該會這樣問 房東只回了一句 沒關係 他就沒關係 然後小燕說 他心裡想說房東這麼鎮靜 那應該是有問題 他說房東這個房子 是不是有點狀況 房東說也沒有 因為他就開始講 他說原來這棟老房子 是他們那個地方 要準備都更的老房子 整個五神樓全部都要拆了 那事實上半年之後 就要開始拆掉重建 那其實很多人 都已經搬出去了 那個房東也不是房東 他是住二樓的住戶 只是他知道 哪幾戶搬走了 他就把那幾戶 稍微整理一下 他開始出租 只是因為很多的老人家 一輩子都住在這個房子裡面 所以那個時候 要都更要拆遷的時候 很多老人家就沒地方去 他們就說那你硬要我搬走 我就住在這裡不走 就從五樓 聽說跳了兩個 兩個老人家就這樣走了 但是那個大財團 所以整個負責都更 那大財團 當然就把新聞給壓下來 所以外面其實也不是 太清楚這件事 後來房東說 可是你們住這裡 應該還好吧 晚上也很安靜 現在整個五樓 就只有住你們而已 小雯跟他朋友兩個就對看 他們心裡就在想說 我們每天晚上回來 他們經過他們房間 隔壁那間的玻璃窗戶 還可以看到一個老太太 就坐在電視前面 就每天晚上 她聽到電視機很大聲 他們那個時候還彼此在講說 因為那個可能婆婆 耳朵不是很好 所以電視習慣看很大聲 他們兩個還曾經這樣聊過 所以當房東跟他們講的時候 說整個五樓只有住你們 這個環境很清幽 其實你們不要太在意 兩個人那個雞皮疙瘩 全部都起來了 後來一回來台灣 下了飛機行李拖著 先去休息 後來老師也跟他講說 沒有啦 那個爺爺奶奶也沒有惡意 他們只是在那裡 也沒什麼事 跟你們玩一玩而已 收完金就好了這樣子 來 覺得故事比較恐怖的 請問一二三 好 來 請換位置 很多門燈的 來 接下來我們介紹靈異大報告 今天有一個要投稿 陳信翰歡迎你 大家好 然後我是信翰 那我今天要幫我一個朋友 淺綠茶 來做一個投稿 淺綠茶 淺綠茶 對 因為他很愛車綠茶 然後又很喜歡套水 所以我就叫他淺綠茶 我們那個延伸 你不用回答他了 然後就活該了他 好 這件事情 他一開始的情況是 因為他最近發現 他跟他女朋友 在床上睡覺 然後會一直有發生 有不同的聲音 很難睡覺 是 然後現在發現 結果如果他只要 進到這個房間 就會感覺到 身體會很累 感覺很累 然後很不舒服 然後會常常會沒有 會應該說沒有任何的理由 我就會想要發脾氣 然後直到前兩天 他來電話給我 要跟我抱怨 那在電話中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會有女生的聲音 然後就說 你在你女朋友旁邊 跟我打電話抱怨 這樣很尷尬 然後結果他就說 沒有 我前兩天 我已經把我女朋友罵跑了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他說你不信 我拍兩張照片給你看 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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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電話給我 那在電話中 我就覺得奇怪 怎麼會有女生的聲音 然後就說 你在你女朋友旁邊 跟我打電話抱怨 這樣很尷尬 然後結果他就說 沒有 我前兩天 我已經把我女朋友罵跑了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他說你不信 我拍兩張照片給你看 好害... 然後後來他就拍了 兩張照片給我看 後來我看了第一張 我就問他說 是不是這個位置 是不是在你床旁邊 床旁邊這個桌子旁邊上面 發出的聲音 他說他很尷尬 對啊 你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會是在座 我床旁邊的桌子 因為他房間桌子很多 他說那是我旁邊的桌子 我就說你仔細看一下 因為我看了第二張照片 我就對了一下 第一張下面有一個 奇怪的東西 其實他仔細看 我是覺得有一點 像臉的形狀 你覺得是有一個東西 躲在這個地方 但是拍了這一張 它是黑的 對 它就突然間 這一張有東西這樣黑的 對 OK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想到 但是如果 這房間是不是會是說 我朋友房間裡面 有不乾淨的東西 那如果有的話 他應該要怎麼做 所謂的靈體 應該沒有長期的滯留在裡面 應該只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所以有可能是 他可能出外 帶回去的過路靈 或者什麼 但是只是造成 磁場的混亂 磁場波動 沒有到說跟著 或者是滯留在那邊 那至於說你朋友 最近可能常跟女朋友吵架 我可以建議他改變 裡面的幾項東西是 第一個 他的桌角 我建議他的桌角 可以往牆壁再挪一點 不要直接對床 對 然後第二個是 你的朋友最近很累 我就不建議他使用 床頭的插座 對 那會讓人的身體 跟兩個人之間的那個 譬如說口角 磁場 身體都會呈現 不穩定的狀態 第三個我建議他把 身後的那個 放在窗戶旁邊的盆栽 移到客廳 盆栽 其實房間不太適合放 所以其實套房 都不適合放那種盆栽 對 基本上 磁場沒有太嚴重的影響 我都建議其實 陰陽水加鹽巴 然後從房間裡面 慢慢這樣子灑 往門口這樣子灑 靜深 然後晚上洗澡的時候 往自己身上 稍微簡單的靜深 第四個就是 要保持通風 尤其是這三天 保持通風 對 因為靈體他們喜歡在 比較停滯的空間裡面 但如果沒有解除 就要換更上一層的方法 可能就是要去找老師 或者是求個福令或之類的 就可能要再往上一集走了 好 請坐 應援善 我們幾個朋友固定每年都會去 泰國拜四滅佛 那今年因為我們在拍八點檔 所以我跟我另外一個女生 就沒有陪 我們另外一個男生朋友 一起去泰國 那他就自己一個人 去三天兩夜這樣 那他這次就拜拜完之後 就是以往的行程 就是他都會跟著我們一起去 泰國逛街 他就走... 然後就經過一家比較老舊的 老舊式的藝品店這樣 他就經過的時候 就聽到有人叫他 小咪... 那他就回頭看了那家藝品店這樣 他就覺得 就是一股吸引他的磁場 就是吸引他走進去這樣子 那他就習慣就看了一下 一些經文 佛珠 然後就這樣走... 他就突然看到邊邊 放了一把扇子 那他就把這把扇子打開 那這打開這扇子上面 就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坐在就是拱橋的上面 然後這女生有一點哀怨 然後這個旁邊又有一點 就是像泰文符號 可能有些看起來 很像是經文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 這把扇子很漂亮 他就說了一句說 我馬子要是有這麼漂亮就好 所以他就這樣 洗洗臉完之後 他就把那個扇子 想說買回去 如果放在他 就是客廳的那個 小繩桌上面這樣攤開 這樣他覺得很漂亮 他就買回去這樣 然後有一天他回家 因為他一個人住 是住那個套房 那套房電梯出來 不是都有那種長廊嗎 比較長這樣 他在走路他就聽到 就是扇子打開 扇的那個 開扇子的那個聲音 對 就是 扇風會這樣 就啥啥啥 那種扇子扇風的聲音 就是那個啥啥啥的聲音這樣 然後他就微微聽到 那個聲音這樣 然後到他家門口的時候 那啥啥的聲音 又更大聲這樣 他在開門進去 他發現神桌旁邊的扇子 掉到地板上 就在地板 攤開在地板 他就把它撿起來 然後就放上去 那當天晚上 他跟他女朋友約要去吃飯 但很妙 他竟然可以 是他轉述說 他出門的時候 綁鞋帶綁一綁 睡著了 所以當天他沒有覆約 然後跟他女朋友大吵架 當天他就夢到 他一個人走到一個湖畔邊 然後有一個 橋墩上面坐了一個女神 對 然後他覺得那個女的 他在幹嘛 他就想說想去看看 那個女神長什麼樣子 他就走... 他自己就醒了 他還沒看到那個女神 長什麼樣子 後來隔天起來 他要去客廳要去拜拜 就是每天早上都會 共襄這樣 他看到他的扇子 又掉地板 他就把它拿起來 他就看到那扇子上面 那個女的 他覺得 好像有點不大一樣 因為那天看到那個女生 其實是有一點 是哀怨的 但是這女生怎麼 就是今天看到這個女生 就是有點開心 微笑 對 就是微笑 沒有 他沒丟掉 他就想說 怎麼回事 是不是我這幾天 是不是我記錯還怎麼了 怎麼會這樣 他就放回去 他也沒多想 然後當天晚上 他跟他女朋友約會 然後他又打電話 又解釋 可是他說他不知道為什麼 提不起勁 就是平常那種 就是熱忱都沒有 很想跟他說對不起 不要生氣什麼的 但是他就是連打電話 都很懶得打電話給他 這幾天一直在做夢 一直夢到他又在那個 湖畔 對 但他今天這個夢 他非常清楚地看到那個女生 坐在湖畔邊哭泣 那他就想上前去安慰他 然後他又走著走... 他又醒了 可是他這一次 很清楚地把那個女生的 樣貌看清楚了 他覺得那女的好熟喔 去哪裡看過他 他想一想 他立馬衝去客廳 把那扇子拿起來看 他作夢那個女生 就跟那個湖畔的女生 長得一模一樣 他心想不對 我應該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他就打電話 跟我說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介紹他說 那你還不要去問一下 那個... 那個師父說 到底他是怎麼了 他是去泰國這趟 就是這個扇子 是不是怎麼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娶 然後那一天 機身就... 就在就是... 起嫁這樣 對 他就說那個女生 現在就在廟門口 因為他沒有進來 他在廟門口 他說那個女生 他當時被拋棄 被他的男朋友拋棄 原本是要娶他 那把扇子 是他送他的定情之物 然後後來 他在那個湖畔邊的河墩 跳海 就是跳鼓自盡 然後那把扇子 就吊在那個橋上 可是那把扇子 怎麼樣流落到 後來輾轉到了 這個藝品店 其實是不知道 那他是真心想要找一個 有緣人娶他 那當時就爭吵了一下 他覺得我朋友 是真心欣賞他的美 是想... 就是他覺得 他是喜歡他的 所以他有一點 不願意放手這樣 然後其實後來 就是討論了很多 看是要燒什麼... 可是最後 還是沒有達成協議 最後就是他說 他堅持要找有緣人娶他 那就把那把扇子 原封不動的 就他再飛回泰國 就是再還回去那家藝品店 他要等有緣人娶他 他覺得他 這是他的心願 他一定會完成這樣子 趕快把地址給我 你要嗎 我那一喝帶綠茶去 就把他退綠 就... 買扇子... 買扇子別忘了 買扇子 來 覺得這個 有緣人比較恐怖的清亮燈 亦有散 你很棒耶 一個燈耶 請坐... 不故意的啦 沒關係... 這故事是我以前拍的一個戲 不是很長 可是問題他的頸很散 所以我們要一個頸... 去把它收掉 我們拍到最後一個場景 都是在宜蘭的一個民宿 那天就是拍完之後 那天拍了兩三天 然後拍完之後 劇組就請我們大家吃個東西 然後類似一個小小的殺青酒 那我們就第二天才會回台北 那裡面有一個特約的演員 他是演一個外籍的漁工 就是漁船上面的工人 然後他那天就喝 那我們就大肆講 聊... 突然間他就講話越來越大聲 然後講的話 就是他演那個漁工那樣的話 也不知道是太光 不知道講什麼那種 類似那種就是東南亞的話 可是後來他居然哭了起來 他是男的喔 他哭的時候的聲音變成有點 就是像女生 那越哭越傷心 然後再者他的動作也變了 就像他的腳會側一邊 就像馬姐這樣動作 腳會側一邊是 就是完全一個女生的動作 然後大家看說 這戲院也越遠越大了 大家也是可能 因為喝也喝嗨了 也沒想到那麼多 那可是這時候副導演 一個女的他就覺得不大對勁 他就拿手機開始拍他 然後他那個邊哭... 還是有講話就講話 講的話當然是我們大家聽不懂 然後後來就講... 然後後來他就貪了 突然間他就貪了 大家也傻眼了 就把他扶啊 那該怎麼辦 送他回去 不是 那就讓他先靠著一個 就牆邊 讓他休息一下 那我們大家還是就繼續 當然是有時候大家會 看他一眼說要不要緊 後來他自己醒來了 我們大家就問他 你怎麼了 你到底要不要緊 他說我來吃羊肉爐 廢話 所有人都在吃羊肉爐 所以他壓根不知道 自己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第二天醒來了 我看到我助理就跟 那工作人員在聊天 那我就下來了 我說怎麼樣東西弄好沒有 然後助理說 昨天那位就是特約演員 然後他昨天晚上回來的時候 突然間發作 跟他一起睡的人 他居然抓狂掐人家脖子 掐住就死不放 所有人怎麼抓他 抓他後來是五六個人 把他扳著 把他扳在 就是把他壓制在地上 後來他是硬掙 硬掙 到最後沒有力氣 才整個人才攤掉 那又發生這種事情 變成他們整些人都不敢睡了 就他眼巴巴 每個人看著他 看著他這樣到天亮 後來就不管... 大家就上車回家了 有很多車 燈光車對不對 來攝影車什麼車 然後有的巨物車就說 有時候載一些演員什麼的 就是要載臨時演員 特約演員那一部車壞掉 比較熟工作人員的 你叫大家四十鳥獸散 拜託攝影師 拜託燈光視 然後一轟而散 就剩下一個人 就是那一位 比較有問題的特約演員 沒有車子坐 沒有人要載他 事實上也擠不下了 因為沒有車了 那這個時候你看我看你 對不起 只有我的車有空位 因為我的車就是我跟我助理 來...就我坐我車 我的助理就講 我助理開車 他說讓他一個人坐 駕駛座的後方 那我從駕駛座也看得到後面 大家反正從宜蘭到台北 雪山就過了 就趕快大家解散就好了 就做個人情這樣就結束 我說好吧...就這樣 車上大家很尷尬 我就聊 好啦 你好像昨天晚上 有什麼事是不是 那你有什麼感覺嗎 現在人感覺怎麼樣 他說昨天他做了一個夢 他說他夢到 有人拿鐵棍一直打他 他說好痛... 然後痛到他沒辦法 他只好要掙扎 要不然他覺得 他一定會被打死的感覺 就這樣 我說這樣子 做夢 我想做夢有這麼痛嗎 我也不知道 可是他就講得那種 好像生理其境那樣 結果後來在 一下子沒講話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他 從後照鏡看到他 他就低著頭這樣 剛才聊得好好的 怎麼突然又沉默了起來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他就講得那種 好像生理其境那樣 結果後來在 一下子沒講話的時候 我突然看到他 從後照鏡看到他 他就低著頭這樣 然後他就這樣 那我心裡想 不會吧 可是過了一會兒 他真的是 感覺他是撐不住的 哭了 又哭了 又是那個女孩子的聲音 我這下完了中了... 真的來了... 那這下怎麼辦 那... 我助理也慌了 可是問題我們還在隧道內 那他一下他也在看他 那我這邊也在看他 對 那就整個車子 就說我往前走 我說快... 那車子開... 之後突然間他就 他說停 他用那些聽不懂的話 可是後來他講的英文叫停 就叫他要停 要停...的意思 那我覺得這樣子不行 很危險 我在右駕駛座 我就過去要制止他 要制止他看到我來 還要退 變成他又要抓他 然後我要制止他 他又退 就在很尷尬的情況下 然後就一陣小混亂 我也不知道他 他可能怕我身上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就這樣情況下 他就一直喊... 越喊越大聲... 好不容易我們出了隧道的時候 靠邊... 一靠邊之後 我們兩個同時下車 然後我們下車的時候 我們下去 我助理先打開看他 昏倒了 就這樣躺著昏倒了 他趕快去摸他 他有沒有呼吸 有...有呼吸... 有呼吸 我們就先解除一半危機了 對不對 然後就看他的眼睛就是 在那邊要眨不眨的 好像還在轉 就這樣子 就在這個時候 那個我們副導打電話來了 打我助理的手機 我接過來 我說怎麼了... 他說那天他... 就昨天晚上他拍個影片 那個影片他後來拿去給人家看 他確定他講的是越南話 講的是越南話 他講的意思是說 我要回家... 然後誰可以幫我 的這種意思 那表示說 有人附在他身上講這些話囉 是不是這個意思 波羅說上車 我們到了宮廟 我們認識的宮廟 那有個道長 他身上他法力也還不錯 然後就到了之後 然後這位 這位特約先生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已經醒了 那就請道長跟他溝通 溝通之後 他們也... 我不確定道長 聽不聽得懂越南話 反正他們有他們的溝通方式 後來知道就是說 原來這個 他是一個外籍新娘 然後他嫁來台灣的時候 他先生本來對他還不錯 後來先生染上毒癮 就逼他出去賺錢 然後就天天打他 然後後來可能感染到什麼 然後就廢不知道怎麼樣 就死了 就這樣死在台灣 可是他就是想回家... 主要是那個特約先生 他演的也是越南人 那所以他因為他以為 他是同鄉 所以才會想 請你救我 才附在他身上 結果想不到根本就不是嘛 那演得很像喔 那演得很像 那後來這個特約演員 他也自己講 然後既然這個緣分 他會想盡辦法聯絡上他家人 那也不知道到後來 有沒有聯絡上 因為我也繼續在拍我的戲 這故事就是告訴我們 戲也得太好 也不知道好不好 你知道嗎 好 太像變態 來 請問這個故事 比較恐怖 請兩燈 一二三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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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亂色的你 你看 心虛龍蝦夾 有 任何怪都憲勝就把他夾死 好不好 謝謝 謝謝羅哥 謝謝 羅哥請坐 謝謝 我們在節目這麼多年來 一直講 其實很多靈界的朋友 出來的時候 你看像這次的故事友是這樣 他是在求助於你 幫助他 他並不是在害他 那凡事就是遇到事情 先搞清楚原因 再做處理 不要一開始就很驚慌 像我一樣只會逃跑 好不好 謝謝大家